大家好,咱们这次来讲玉贵人 民间流传很多奇风异俗,其中有个叫找鹿野 是这孩子病了不去看医生 而是有母亲抱着带上好吃的食物 在清早时守候在鹿口 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鹿野 传说鹿野是孩子的贵人 可以助他逢凶化吉 民国初年的某个清晨 有个叫鲁敏式的年轻母亲 抱着生病的儿子早早地守候在村头找鹿野 据神汉说 如果日上三肝都找不到鹿野 孩子就会有难 但那天不知怎么回事 偏偏没有一人经过此地 正当鲁敏式心交难耐之时 他终于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影 年轻的母亲大喜过望 正要走上前去 却又愣住了 原来走过来的这个人是村里的无赖 人称不要脸的郭三子 此人偷鸡摸狗 吃和嫖赌样样精通 提起他 大家都只能摇头 鲁敏式万万没想到会遇上他 想装着没看见 却来不及了 郭三子一看鲁敏式的样子 心中便明白了七八分 其实他之前也常遇到这种事 因为他经常夜不归宿 早晨时在村口游荡 很容易遇上找鹿爷的人 但那些人大多装着没看到他 他也会干笑两声 装作没啥事走了 但这回出乎他的意料 鲁敏式想了想 还是迎上来 把篮子里的食物递给了自己 按照当地的封锁 鹿爷必须吹掉篮子里的食物 不得拒绝 然后把孩子抱过来 给他一点欠面礼真心 郭三子头一回遇上这当利益 当然不客气了 当他把手伸进兜里时 却呆住了 他兜里空空的 什么也没有 郭三子这才想起 自己啥也没带 这也难怪 他平素白吃白拿 稍有财物都拿去堵了 哪会省什么东西 如果是以往 郭三子欠了人家的东西 最多一句 以后还你 便扬长而去了 但这回不同 郭三子头一回受到人家的尊重 他不想让对方失望 而且据老人家们说 如果他不给孩子东西 对孩子不吉利 郭三子犹豫了一阵 终于下定决心 从贴身的内衣里 掏了件东西 递了过去 卢敏氏一看 也愣住了 这是块玉石 通体晶莹剔透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一般鹿爷给的 都只是一块鸡毛 或者一些小玩意儿 意思一下 从未有人给过 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马上拒绝说 鹿爷呀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怎么能收 你还是拿回去 换别的吧 谁知道郭三子这回 下了决心要当好人 硬是把东西塞给他 就拍屁股走人了 不知道鲁爷显灵 还是什么的 病孩没几天就好了 罗敏是很高兴啊 让孩子挂着玉石 当然也不忘 向亲朋好友 讲几句 郭三子的好话 听游听了 都嗤之以鼻 郭三子 也会做好事 算了吧 还有的说 还会给你好东西 不投你的 不投你的算好了 卢敏是却不以为意 但几天后 竟有人为此找上门来 上门来的是村里的有钱人 叫何元聪 他一进来 就要看那块玉石 他告诉卢敏是 前不久他儿子带的玉石不见了 怀疑被人偷了 这不 现在那玉石 就挂在卢敏是 儿子的脖子上了 卢敏是一听 不仅又羞又恼 按照老人家所说 给病孩振邪的物品 必须来路正当 不然会对孩子不利 在何元聪带领下 他们一行七八人 来到郭三子家 想要问他个究竟 没想到 郭三子不在家 到了黄昏 众人才见郭三子走回来 何元聪率先冲上前去 质问他为何偷了玉石 没想到 郭三子眼珠子一瞪大怒道 啥 你说那块玉石是你的 你有什么凭据 那明明是我娘留给我的 何元聪料他不会承认 拿出相片给他看 相片上 何家儿子带着的玉石 和现在这块一模一样 郭三子看了相片 也愣住了 但很快大声否认 像又怎样 就不许我也有同样的玉石吗 大家都生气起来 齐声谴责郭三子的无赖 这时 卢敏是忍不住插嘴了说 我说 郭兄弟啊 你 你这玉石 是不是真的偷来的 如果真的是偷来的 那 那可要还给人家呢 郭三子听了 突然发了狂狠狠狠地说 没有 我郭三子向天发誓 那玉石绝对不是偷的 我郭三子 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拿偷来的东西做路眼 我是死都不干呢 大家都被他的气势压倒了 但很快 又齐声痛骂起来 因为很多人都被他发誓 独咒骗过 早就不信他了 郭三子看到这情形 气得说不出话来 那委屈劲儿 让卢敏是看着 暗暗惊讶 过了一会儿 卢敏是对何元聪说 何大爷 我相信他 这块玉石可能是你家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是郭三子偷的 兴许是他捡到的呢 此话一出 大家都惊奇不已 你相信他 相信这个无赖 卢敏是强调说 是的 我相信他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连郭三子也觉得惊奇 呆呆地看着卢敏是 何元聪冷笑着说 我看呢 你是打算和这小贼串谋 不想还我玉石吧 郭三子左一具小贼 右一具串谋 再也忍不住了 冲上去 就想揍他 何家带去的几个人 也不是吃素的 双方就动起手来 郭三子不是对手 就跑了出去 郭三子在前面逃 一伙人在后面追 不知不觉 跑出了村子 此时夜色越来越浓 很快前面 已经看不清人影了 何元聪正往前赶 突然前面传来咕咚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沉下去了 后面的人大喊 何大爷 别往前走 危险 何元聪这才醒悟 原来他跑到 村子西边的沼泽地去了 如果不是他们喊着 他早就陷入泥潭里去了 等他冷静下来 终于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郭三子呢 他跑进沼泽地里了 难道死了 何元聪找人打了火把 在沼泽地里四周查找 还是找不到郭三子 只是在沼泽地旁边 发现了一只鞋子 有人说是郭三子的 一个无赖 自己跑进沼泽地死了 那本不是什么大事 事后 何元聪软硬监尸 终于从卢敏市手中 夺回了那块浴室 卢敏市 也因此受了不小的打击 变得寡言少语 那么 此前被称为无赖的郭三子 到底有没有死 还有就是 他当鹿爷 送给鲁敏市儿子的玉石 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呢 村里的无赖郭三子 第一次被人尊重 就是给村里 鲁敏市的儿子 做了一回鹿爷 并把一块珍贵的玉石 塞给他 但是后来 却被村里的有钱人 何元聪 招上了门 一口咬定啊 鲁敏的这块玉石 是郭三子 偷的自己的 郭三子 虽然极力反驳 但因在村里名声不好 村民都被他 发誓赌咒骗过 早就不信他了 白口难辨的郭三子 双拳难敌四手 被何元聪 本人追打 最后 掉进了沼泽 没有了踪迹 村民们呢 都认为 郭三子陷入沼泽死了 而何元聪 最后软硬兼尸 从鲁敏氏手中 夺回了那块玉石 鲁敏氏 也因此受了不小的打击 变得寡言少语 两年后 村子里 来了土匪 他们轻车熟路的 一进村 就往西头的富户家里奔去 很快 何元聪被驱赶到了晒谷场 家里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土匪头 脚破天飞 他提着一大袋的金银首饰 瓦拉一声 就扔到一个土匪面前说 三子 你的功劳最大 你想要啥 就拿啥 那土匪往袋子里一掏 很快掏出了两块一样的玉石 他把玉石扔到何元聪面前 冷笑道 何大爷 你怎么会有两块玉石的 当年我没有偷吧 这时 人们才认出那个土匪 就是郭三子 原来 当年他没有死在沼泽地里 大家看着那两块玉石 也暗暗奇怪 这事儿和元聪是瞎子吃馄饨 土匪搜刮一空后 顺带还绑走了几个女人 卢敏事也在其中 当土匪绑他时 他拼命地挣扎 还求助地看着郭三子 但郭三子只是看着远方 仿佛不认识他时的 土匪骑着马 奔跑了几十里 在郭三子的梯椅下 留在一间破庙里过夜 由于收获颇风 美酒佳肴也不少 土匪们开始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 几个妇女啊 被关在一个小家里 正当他们惊恐不一声 破天飞带着几个土匪 醉醺醺醺地闯了进来 银笑着说 今晚谁来服侍大爷呀 妇女们惊呼起来 郭三子在一旁劝道 老大 你今天喝多了 要不 破天飞一边将他推开 一边说 什么喝多了 大爷我 我再喝时间 也没事 这一推 竟然把郭三子 给推到卢敏氏身上来了 郭三子挣扎起来 又劝了一阵 才总算把破天飞给劝回去 继续喝酒去了 等他们走了后 卢敏氏冷静下来 用手中的小刀割开绳子 这是刚才 这是刚才郭三子 趁着跌在他身上 偷偷塞过来的 他动作很快 转眼就解开了大家的绳子 然后 带头往破庙外跑 但妇女们的动静 很快惊动了土匪 他们骑着马追了出来 卢敏氏为了掩护其他人 很快落到了最后 破天飞骑着马 率先追上来抓住他 借着酒意甩了他两巴掌 并说 让你逃 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卢敏氏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突然砰的一声 只见破天飞双目圆瞪 胸口冒着血轰然倒地 后面 郭三子的墙正冒着烟 卢敏氏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救我 郭三子没有细说 只是让他快躲起来 这时 枪声密急地响了起来 看来是其他土匪发现了他们 开始火兵起来 躲了几个时辰后 终于 附近公务所的警察上山来 说土匪啊 全部被抓住了 这才让妇女们 全部脱离了险境 卢敏氏向一位警察 打听郭三子的状况 警察宽慰地说 郭队长啊 他受了点伤 不过还好 没有什么大碍 他还告诉卢敏氏 郭三子现在是警察队的队长 这次他在破天飞身边做卧底 正是要将这伙猖獗的土匪绳之余法 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村里 大家都倍感惊起 一个无赖 居然成了警察队长 只有郭三子知道 是卢敏氏对自己的尊重 改变了自己 当年他侥幸逃出沼泽 对村里的人怀恨在心 整天琢磨着回来报复他们 然而当他有一天前回村里 居然看到卢敏氏提着祭品 去祭拜自己 连想到当初他也是信任自己 找他做了一回路演 让他体会了一次被尊重的感觉 从那以后 郭三子便决定了 要做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人 他这样想 也真的做到了 好了 到这儿 遇贵人这个民间故事 我们就讲完了 如果你还对其他民间故事 感兴趣的话 点个关注来个赞 我将为你带来更多 更加精彩的故事